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厉害啊 OK 那我们开始吧 小Grace 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小兔子啊 那我们试一遍小兔子好不好 好不好 你的小耳朵呢 你的兔子耳朵呢 我们一起来讲好不好 小白兔 小肉不白 这两天爱的葱 离来 爱吃萝卜爱青菜 蹦蹦跳跳 好棒了 那我今天有带一个小朋友给你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是兔兔吗 那我们一起来跟兔兔来讲 再说一遍小兔兔好不好 我们再说一遍小兔子好不好 你不用去拿给我 亲爱的 阿文文你还在吗 嗨小鬼 你拿到了吗 哇你也有只兔兔哦 好那我们一起来说一遍 用小兔兔一起来说一遍好不好 小白兔 小白兔 白又白 两只耳朵湿起来 爱吃了 小哥哥爱亲爱 老家 好棒哦 小Grace 那你记不记得小猴子啊 小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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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饿了 不能再跳 给香蕉 他不要 女生好笑不好笑 小葵斯你太棒了 我有很长时间没见你 你都还记得啊 你记忆力真棒 你记不记得怎么唱的 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好不好 小猴子指指教 肚子饿了不能跳 给香蕉 他不要 你说好笑不好笑 这么厉害小葵斯 你还记得啊 那还有一个什么 小小萤火虫对不对 小小萤火虫 飞到行李头 小小小小 那扁了呀 那扁了呀 好小一些小小的 好棒哦 小Grace 你有会唱 很厉害哦 你还记不记得茉莉花 茉莉花 记得吗 好一朵 美丽的茉莉花 记不记得 海的美丽的茉莉花 茉莉莉花 茉莉莉 美丽满枝芽 又香又白 人人花 让我 来 将你摘下 送给 别人家 茉莉花 让茉莉花 很棒哦 小Grace 那我们看到 Caroline和Charlotte 刚加入我们 你们好 Caroline Charlotte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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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见到 Missuja吗 Missu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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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见到 有见到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来中文的Circle 我刚刚我和小Grace 我们有讲了一下小白兔 小兔子 还有小猴子 我今天请到了一个小嘉宾小兔子 跟我们一起来上哦 首先呢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现在已经还没有剩多长时间了那么在开始之前呢你们有什么想跟我分享的吗比如说周日周末呢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 do you have something interesting to share during your weekend 有没有 我有看到Caroline 有举手Caroline 你有什么想跟我分享的 We slept in a tent 你们在帐篷里睡觉了 Slept in a tent Wow 那么棒哦 是在外面吗 Outside or inside Inside upstairs Wow 那你的帐篷是什么颜色的 你的帐篷是什么颜色的亲爱的 你的帐篷是什么颜色的亲爱的 Was Sharla with you in the tent 真棒 真棒 我好开心你们都过得那么好哦 那么我们今天来读一本书吧 叫小燕鼠找新家 你们有没有见过 Have you ever seen this kind of animal before 有没有见过 它叫燕鼠 那老师在读完故事之后 会找一张照片给你看看燕鼠是什么样子 小燕鼠找新家 Can we get some vitamins too Mama 我们来看哦 小燕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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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有一个小朋友进来 大Grace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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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读读书咯 OK 小燕鼠找新家 这是哪 这是草原对不对 小燕鼠找新家 作者是英国的乔纳森艾米特 画的图呢 图片呢 是瓦内萨卡班 翻译是陈科会 哇 好美啊 一天早晨 小燕鼠从地下爬出来 兴奋的喊道 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 阳光照耀着大地 四处开满了鲜花 下时间 小燕鼠觉得 它的地洞显得那么狭窄 黑暗而单调 为什么我要住在地下 小燕鼠自言自语的说 什么时候 我也能住上宽敞明亮又美丽的家呢 于是小燕鼠出发去找新家了 他还还没走出多远 他就遇见了刺猬 刺猬 你好小燕鼠 刺猬 刺猬说 你要去哪啊 我在找一个新家 小燕鼠 小燕鼠解释说 一个宽敞明亮又美丽的地方 哦 我刚好知道这样一个地方 刺猬说 跟我来 他们慢慢地爬进了一节空心树桩 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刺猬问 小燕鼠在树桩里尽力去寻找家的感觉 但是风呼呼地从中间吹过 嗯 小燕鼠说着打了一个冷战 这里确实很宽敞 但是对于我来说太偷风了 我想找个在暖和点的地方住 小燕鼠和刺猬刚爬出树洞 就看到了松鼠 Squirrel松鼠 干什么呢 松鼠问 我在找一个新家 小燕鼠说 一个又美丽又明亮的地方 哦 还有暖和 燕鼠补充说 哦 我刚好知道一个这样的地方 松鼠说 跟我来 小燕鼠笨手笨脚地爬进了一个空鸟巢里 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松鼠问 小燕鼠在鸟巢里尽力去寻找家的感觉 但是他很担心会从树上掉下来 嗯 他说 这里确实很明亮 但是对我来说太危险了 我想找个更安全点的地方住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为什么小燕鼠觉得太危险了 嗯 大贵斯 嗯 是因为 他害怕他自己会掉下来 对很棒哦 因为他住的很高 他怕自己会掉下来 大贵斯很厉害哦 继续看 四位松鼠小燕鼠爬回到地面 刚好看见兔子蹦了起来 蹦蹦蹦 怎么了 兔子问 我在找一个新家 小燕鼠解释说 一个美丽的地方 还有暖和 刺猬补充说 也要安全 松鼠补充说 哦 我刚好知道这样一个地方 兔子说 哦 兔子带着小燕鼠松鼠和刺猬来到了一条小溪带 小溪旁 就是这儿 兔子说着 轻松的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石头 他们连滚带爬的钻进一个小山洞 小山洞旁边是闪闪发光的瀑布 瀑布 这个是瀑布哦 Waterfall瀑布 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兔子问 小燕鼠在山洞里尽力去寻找家的感觉 但是水花见得他满身都是 嗯 他说 这里确实很美丽 但是对我来说太湿了 我将找个再干燥点的地方住 天色有些晚了 而小燕鼠还是没有找到他的家 真没想到找个新家会这么难 小燕鼠叹了口气说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的 兔子说 我们只需要再好好想一想 松鼠说 于是他们都坐下来 开始想啊想啊想啊 想啊 直到 我知道那个地方啊 小燕鼠说 他带着松鼠刺猬和兔子掉头穿过森林 回到了一个看起来很熟悉的地洞 你看是不是下雨了 是不是有在下雨 但是这就是你原来的家啊 兔子刺猬和松鼠齐声说 嗯 在这里 我知道 小燕鼠开心的说 这里不是很棒吗 他不够宽敞 不够明亮 也不够美丽 但是 他是最最适合我的地方啊 外面天已经黑了 暴风雨呼啸着穿过树林 但是小燕鼠的地洞里 每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的舒服 这里真暖和呀 思维说 还很安全 松鼠说 嗯 也很干燥 兔子说 是啊 小燕鼠心满意足的说 哪儿都没有我家好 你看小燕鼠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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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小燕鼠在干什么 在请大家干嘛 你知到小燕鼠在干嘛 你知到小燕鼠在干嘛 嗯 结束 那现在老师有一个问题哦 I have a question now 你觉得他有找到新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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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bry 你有听到吗 你可以听到吗 你可以听到吗 好 那你可以告诉我 那小燕鼠最后有找新家吗 有 他的新家在哪儿 不知道 他的新家就是他以前的家 他没有找到新家 因为新的地方他都感觉不合适 so he went back to his old home where he find it's cozy and nice and warm ok 你们想不想看一下小燕鼠 真正长成什么样子 do you want to see what he look like in the real life 哦 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老师 看屏幕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小燕鼠 你看 那你能找到他的眼睛吗 can you find its eyes yes 在哪里啊 right here 你能看到他的鼻子吗 can you find its nose right here 在这边对不对 很长的鼻子 他的鼻子很长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爪子吗 能看到他的爪子吗 他的爪子的指甲是不是很尖呢 他的指甲 his fingernail his fingernail 是不是很尖呢 对不对 这一部分 看一下老师可不可以画下来 是不是很尖呢 这一部分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尖吗 do you know why 是因为它可以帮忙去挖土 是因为它可以帮忙去挖土 它可以帮忙去挖土 所以它的洞呢是在地底下 那 Karen呢是住在帐篷里 对不对 昨天有住在帐篷里 You slept in a tent, right? During the weekend. 但是呢,小燕鼠呢,它生活在地底下。 它生活在,its the living underground. 好吗? 好,那我现在要把小燕鼠关掉啦。 那还有一个小燕鼠的动画片,感兴趣的小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的circle时间就已经大啦。 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我们还有别的课程你们要去哦,去看哦。 我们下午再见,拜拜,再见,下午见。 拜拜,爱你们哦,love you哦,bye。